今年2月份,逃入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的前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,近期可能以叛国罪被起诉判刑。 据消息人士爆料,案件预计会在北京审理,刑期可能不超过10年。 博讯新闻网7号引述消息人士的讯息表示,王立军已经与其案件的最高负责人达成初步协议。 他愿意接受官方指派的律师,以此求的一个不坏的结果,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 报道还援引观察人士的分析说,案件最快在6月底就可进入司法程序,而且不会进行公开审理。 据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,王立军在2003年5月到2008年6月, 担任辽宁锦州市公安局局长兼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主任期间, 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和活人人体试验。 追查国际曾在2009年公布了一名现场募集火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警察的录音。 他说,王立军当时给他们下的死命令是,对法轮功必须赶尽杀绝。 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调查证实, 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。 他称,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。 新唐人记者陈汉施宜军采访报道。